不过这家店倒是让民众大牌长龙 最近高雄就有烤鸡业者找来捐血中心合作 只要寄出捐血500cc就免费送烤鸡 怕打针不捐血没关系 可以拿卖场的发票免费兑换 正因为数量太有限了 有不少民众不为30几度的高温 早上6点就来排队 排了4个小时只为领到免费的烤鸡 业者也超佛心的 已经送了烤鸡呢 还叫了手摇影送给排队的民众 一只只烤鸡出炉外皮香碎又多汁 用力扒开里面的肉口感Q嫩味道香浓 忍不住让人一口接一口 不过这烤鸡不需要花钱卖 只需要献出手臂捐血 知名的烤鸡业者跟高雄捐血中心合作 只要民众捐满500cc就可以兑换烤鸡一只 只捐250也可以兑换卖场购物券 而捐血得要挨针 看得出有人多少怕怕的 但想到有产品又可以做爱心 似乎蛮值得的 捐250本来是想捐500 因为才有送烤鸡 可是就是体重不太够 是啊 对啊 所以有跟家人一起来 然后让他捐 那我就可以吃到烤鸡 500cc 这特别会烤鸡过来的吗 都有 除了捐血之外 烤鸡业者也祭出 平卖场购物发票补现金额 也可以兑换一只烤鸡 民政不怕南台湾独辣的太阳 自备洋伞小板凳 一早就来卡位 早上六点过来这边还对 三四个小时有了吧 七点过来的 七点过来啊 对 现在十点整嘛 三个小时 蛮值得的 怎么做 因为他烤鸡本身就好吃了 无糖一个有糖 高雄16号 正中午的高温 可是飙到30多度 业者超大方 都送烤鸡了 孩子淘油包请饮料 送给排队的民众 哇 真的很棒 你看请这个 不管请什么啦 反正都好 对啊 因为天气这么热 想说准备饮料 给大家喝一下饮料 送给大家的 大概要十万上下 但不管是捐血 还是评券兑换 都能让这些人 不为高温排散好几个小时 只能说免费的烤鸡诱惑 立足以抵挡烈日高温 东森新闻方 综为赛上林在高雄报道 刚刚是再热也不怕 但这名女子是再危险也不怕 她在捡什么呢 台北市民驾驶 她当时经过重庆北路二段的时候 突然间募集到一名穿着短裤的女子 连续穿越了两个车道 而且就直接冲到她面前 停了下来 蹲了下去 驾驶下得赶紧刹车 原来这名女子 只是为了捡她的手机 警方提醒啊 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危险 任意穿越车道 非常容易被车撞上 驾驶才刚左转 突然一位热裤妹 戴着安全帽冲上前 原来她是为了捡手机 但是女子小可爱牛仔衬衫 配上拖鞋露除修长美腿 影片短短五秒钟 上传五天 点阅率超过十二万 网友底下留言歪楼 称这是拯救世界的影片 有人想要热酷妹的IG 有网友认为 这才是礼让行人 行车记录器真的很重要 但也有车友觉得 这难道是要碰瓷吗 重回案发现场 就在台北市中正区 重庆南路二段 平时车流量很大 捡手机意外 到底怎么发生 画面会说话 左方日酷妹手机掉了 立刻从南半的车上跑下来 她一路就像是打躲避球 绿灯直行却快速奔跑 先穿过两辆机车 骑士还得紧急靠边 就怕会撞到她 女子在经过两辆摩托车 跑过一辆轿车 往中间车道靠近 终于她看到心爱的手机 加上轿车的驾驶 有及时停下 否则车祸的意外 恐怕是一眼瞬间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 因为安全不问题 它倒是会让的 但是这个行为不可取 很危险 然后我觉得她应该要 等车过来捡 这是人命啊 当然得让她 因为这样子很危险 所以当然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让她过 大部分民众看到这样的情况 绝对会礼让行人 尽管热库妹打扮新人眼球 但是警方提醒 行人不依规定 擅自穿越车道 依道交法 可以处五百元罚还 民众也可以拿行车记录器 或是相关的影片检举 毕竟这行为 对于热库妹 或是用路人来说 就是在玩命 东森新闻 而这让消费者好心痛 注意一下你的手机信用卡 高雄就有一名直播主 他的信用卡刷了大概120万 拿到的LINE点数 却是一夜过期 点数还归零了 要买咖啡才发现 真的超无奈 原来是因为LINE的点数是有规定的 有效期限只有180天 直播主完全没有注意到 同样状况不仅一人 有网友说 它是一万六千多点全失效 有的是价值一万两千多块钱 都可以买进上百杯的咖啡 现在一点都不剩 就是零啊 它就归零 然后才发现全部被扣光了 直播主言三三又气又觉得好笑 纯到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点的赖点数 价值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元 一夜消失 想用点数买咖啡才发现全归零 几个月都用那个卡刷 然后后来就没有用那个卡了 不见只是一秒钟的事就不见了 过期的赖点数有一万两千七百三十三点 5月21号到期立刻被扣掉 直播主前一次用LINE点数购买咖啡 是在5月13号 完全没注意到一万多点的点数快消失 真的亏惨 因为以一般信用卡刷卡回馈 直播主大概得刷一百二十万元 才有办法取得一万多点的LINE点数 他上网提醒注意 才发现自己不是最惨 有一名网友贴出自己的LINE点数 只剩下两点 一万六千两百七十三点 全归为过期点数 瞬间消失 还有人说上次过期两千多点 就快哭死 一万多点不见会瞬间忧郁吧 一万两千多点的LINE点数瞬间消失 真的让人超心疼 因为这一万两千多点的点数 几乎可以换这个知名的咖啡块一百杯 恢复的话好不好 那一万就请网友喝星巴克 星巴克一半会合 也喝不了几杯吧 至少可以发快一百杯好不好 怎么LINE点数可以一万多点全没了 原来得注意有效期限 网友提醒LINE点数的有效期限 是最后一次获得的点数 当天开始算一百八十天 一旦超过有效期限会立即消失 而且无法复原 直播主等于是超过了三个月没刷卡 赖点数没进证 导致有效期限没延后 只能够含泪挥别价值一万多元的赖点数 东森新闻林权的捐载高雄报道 不过在台湾每到夏季就要担心 到底会不会有跳电危机 您看看又发生了 小琉球呢是夏季旅游的热区 但在昨天晚间七点半发生全岛大停电 有游客在餐厅碰到有人要庆身 还以为是关电灯要唱生日快乐歌呢 没有想到就是停电而已热爆了 民宿业者也好紧张 担心要怎么退费给顾客 还好一个小时之后电来了 那么台电也解释到底是不是缺电呢 他们就说是游客太多 用电量太大才会突然调电 小琉球全岛大停电 小琉球的居民汽车在路上 看到整条路一片黑 只有往来的车灯 路灯和路边的住家全是黑漆漆的一片 因为15号晚间七点半全岛大停电 台琉球都没有电 我们要用爱巴爹人 餐厅里刚好有游客在庆身 突然间停电 还好有紧急备用电源 而游客也把手机的灯打起来 当成烛光 蛮乱的 因为大家都刚好有人生日 刚好就是大家欢呼生日快乐 所以你来说熄灯要唱生日快乐歌 要庆祝受薪了 有办法正常出餐给客人吗 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抽风机啊 电力设备啊都没办法正常使用 而住家吃饭也只好打灯了 为什么要带头灯吃饭 因为油球大停电了 他们 而民宿业者也很头痛 万一店不来的话 游客要求退费要怎么算 还好一个小时之后恢复宫店 来了来了 希望不会再停第四次了 而小琉球这次停电 受影响的户数达到4100多户 主要是因为用电负载太大 近三年来 几乎都是在六月出现高温 用电量尖锋 今年的端午廉价 六月八号的用电 一万一千多瓦 不过15号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用电在网上跳到一万两千多瓦 流南线自动化开关设备 为了保护电力跳脱 经过台电检查 确认后没有其他设备回水 才在一个小时后恢复供电 目前小琉球正进行全导改压工程 完成之后会提升供电能力 东森新闻 于家雄在评论报道 晚餐时间 你买的便当现在应该要多少钱呢 在台北来讲好了 现在随便一个便当都要破100块钱 但是在高雄凤山 有一家超过20年的便当老店 它一个鸡腿或是排骨便当 只要50块钱 重演是三道菜都有 而且是最近才涨到50块 平常是45块钱 也难怪这个便当店一到用餐时间 大排长龙 有人喜欢它的好味道 有人觉得实在太便宜 物超所值 好了 跟车西安 我们来帮忙 便当店的餐菜上放着主菜 炸好的鱼或是鸡腿排骨 还有各式的配菜让顾客挑选 而柜台前一直有顾客在排队 因为这里的便当真的超值 像这一个便当里面有菜脯蛋 猪血 豆腐 白饭上还浇着乳汁 主菜是一只鸡腿 总共只要50元 而这50元还是最近才涨过价 因为原本这个便当只要45元 对顾客来说 这样的价格实在太亲民 因为它有可以让你挑四样菜 然后再加一个看要配鸡腿还是排骨 对 所以以这种以50块来说是算很划算的 这样吃得饱 吃得饱 而这件外在高雄凤山南华路上的便当店 近时间超过20年 业者对价格问题低调不回应 但是有网友说它是从小吃到大 有人参赞这家超好吃的 但是更多人认同它是有人情味温度的便当 因为现在的物价下要找同价格的便当 真的是很难 东森新闻方宗卫蔡上林在高雄报导